各位學弟妹們大家好 那我是今年考取中國醫跟慈濟後中醫的學長 那我叫陳啟銘 那我畢業於家藥的藥學系 那今天來跟各位學弟妹分享就是我的上榜的心得 那我會分成以下三個主題去做分享 那第一點就是決心 那第二點就是我的準備方式 那第三點就是心態 首先就是決心 那我相信就是各位在準備 在踏進這個後中的考試前 就是一定都有經過思考 就是我為什麼要來考學士後中醫學系 那在未來準備的過程中 各位一定會遇到各種的挫折跟困難 那可能是課業上的 那也有可能是家庭或者是感情的問題 對 那為什麼要各位下定決心 就是在你未來會遇到這些困難的時候 是什麼樣的信念還有什麼樣的決心 讓你能夠繼續支持 就是支持自己繼續考學士後中醫這條路的動力 那我覺得各位學弟妹們就是可以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那也相信就是一些救生他可能在準備考試的過程中 就是經過第一次的模擬考之後可能就會有一些同學 就是消失在教室中 對 那這些可能就是因為沒有辦法克服挫折 沒有辦法克服一些困難 那可能就選擇中途放棄了 對 那各位學弟妹未來也想要成為中醫師 那在成為中醫師的時候 肯定會遇到一些 就是病情比較複雜的病人 那身為中醫師的各位 你們會想要就是 因為這樣就退縮 然後就放棄治療這個病人嗎 我想應該不會 所以就是在你在準備這個考試之前 就是要先下定決心 你為什麼要來考這個考試 對 那這個考試除了就是會去篩選你的知識 就是他考驗你的知識之外 也考驗著各位就是面對困難還有挫折的忍耐力 以及當你在面對挫折跟困難的時候 你是如何去突破去解決這個問題 那第二點就是我的準備方式 那以國文這一科來說 國文這一科對我自己來說算是比較強的科目 那但是我還是會跟著就是 檢證老師的步調 那每次上課之後回去就是做 課本後面的練習題 那做這個動作除了就是讓你更熟悉課文之外 那就是他可以建立你的自信 那老師在上課的過程中 他也會告訴各位就是哪一些句子 哪一些修詞是很重要的 那各位就是回去要就是注意這些考點 那第二個就是老師每次課堂上都會發練習卷 那這些練習卷就是希望學弟妹們就是可以把它當成是考試一樣 就是每一次一回都會有50題 那就是把它當成是一場考試 那就是限時要60分鐘內寫完 還有老師上課就是也會抄一些筆記 那也會要各位學弟妹們就是把一些重要的小學 把它寫在你們的筆記本裡面 那我覺得就是趁現在9月到12月這段時間 是課程還有就是課程的難度還有速度是比較慢的情況下 就是各位可以盡早去做小學的累積 那在就是準備國文的這個方向 以三間學校來說 就是我自己發現就是這三間學校其實都很喜歡考閱讀測驗 那尤其是詞記跟義手 他們很喜歡就是一個題目 然後一篇短篇的閱讀測驗 然後就問你說這一篇閱讀測驗它的意思是什麼 對 那所以希望就是我當時在準備的時候 就是除了寫老師課後的題目還有練習卷之外 那我還有另外自己去買就是簡正老師他出的搞定國文這一本書 對那它裡面就是會有一些古文啊閱讀測驗等等的題目 就是讓各位去寫 那我覺得就是對於在就是在考古文的閱讀測驗這方面是有所幫助的 那就是接著就是英文的方面 那張文中老師就是一定會要求各位要多背單字 那也是建議就是學弟妹們就是盡量在9月到12月的這段期間 就是能夠盡量多背單字就多背單字 對然後就是你到隔年的1月然後再到考試這段期間 就是各位的課業還有就是進度都會變得非常的快 所以到時候再背單字其實是會來不及的 那我自己就是就是讀老師的格林法則的15回 就寫後面15回的練習題 對那每一回都有100題的題目 那我第一次寫的時候就是會先把我錯的單字就是先去查它的意思 然後第二次寫的時候我會把其他不是答案的三個選項的單字再去就是去查它的意思 那最後一次練習的時候我就會把題目一些就是題目看不懂的單字也再去查一次 那我這樣等於就是複習了三次 那除了就是寫格林法則後面那15回的單字題之外 就是有些同學可能會被解析單字這本書 那因為我自己是被張文宗老師發的自首字跟那一本小本的單字書 對那我是建議各位就是選定一本單字書之後 那就是盡可能的把它讀到滾瓜爛手 對就是不建議各位就是再去買很多本單字書來背這樣 那除了就是平常要背單字之外就是也要練習閱讀測驗 那我自己是寫文宗老師發的那個閱讀測驗的上下兩本 大概一百五十幾回吧 對 那就是每一次練習的時候我就是會去計時 那我是計一開始是計時一篇就是大概寫十分鐘 對然後連續寫三回 那之後就是看能不能盡可能說到八分鐘就寫完一回這樣 那文法的部分就是我認為就是上課的時候聽文宗老師講解的那些文法 然後回去再做複習 然後再把後面的練習題寫一寫其實就很足夠了 對那這是我準備英文的方式 那接著是普化 那我自己覺得普化跟有機化學其實就是最重要的就是理解跟熟悉 那我自己在準備普化的時候就是除了上課要就是上課要專心聽老師講 然後要去理解觀念之外就是回去一定要做題目 那我自己是做老師課本後面的題目還有老師發的化學中文版的練習題 那我以新生來說的話就是我會希望就是新生就是先跟緊老師的進度 然後就是上課認真聽然後回去就是做題目這樣 那如果是就生的話因為你們已經聽過一次了那該抄的筆記也都有了 那我會建議就生就是一定要抄前老師的進度 然後在老師還沒教之前就是先複習完 然後一樣也是做完課本後面的範例跟中文版的題目 那如果就是行有餘力的話就是可以再做百分百二點零這樣 那普化這一科就是一定要熟悉 那只要你熟悉就是每一個單元的觀念之後 那你在做題目的時候就可以很快的去切入 那就像李和老師說的就是他可能看到這一題就知道在考什麼 那他就直接就可以把公式寫出來 對那才是真的理解 那有機的部分 我自己就是我認為就是不管是上林志老師還是方志老師或者是潘義老師 那有機就是一定要先在課堂上先理解他的反應機構 那回去的時候一定要親手拿筆畫過 那你在畫的過程的時候就是知道自己的盲點在哪裡 然後再趕快把那個盲點去做釐清 那理清觀念之後你在透過題目的練習 然後再去理解自己在做答時可能會遇到的困難這樣 那像我自己很常就是在做題目的時候 可能反應機構就是想完了之後 然後發現答案可能A跟C都可以 那我會看一下A跟C的答案 那他們可能就是差在立體化學的部分 那我可能就會去想說那我是不是哪一個觀念是不清楚的 那也有可能就是在反應的過程中 要考慮到它的動控或者是熱控 那可能會造成就是答案會有差別這樣 那就是要透過做題目的方式去理解到 你可能上課雖然有聽懂 但是你在做題目可能會出現的一些盲點 那就是要去做釐清 那最後一課就是生物 那我覺得生物的話就是黃標老師上課 他所抄的筆記那些都是考試的重點 那上完課就是我自己會回去複習那些筆記 然後就是在複習的過程中就是我會 就是拿出一張白紙 然後把老師上課畫的那些圖像 然後就是一邊寫然後一邊講給自己聽 那隔天之後就是可能在老師上完課的隔幾天 那我就會去做一些後面的練習題 然後就是趁著自己印象正深刻的時候 去檢測自己的觀念是否正確 那就是可能大家有去考今年中國一的生物的時候 可能就會覺得說這次的中國一生物很難 那我是不是應該要讀很多東西 然後才有辦法去應付中國一的生物 那我自己是覺得說就是先掌握老師上課所教的那些重點 那那些重點其實就是考試的重點 那上完這些就是你熟悉的這些重點之後 再透過考古體的練習 知道這三間學校他想要考跟喜歡考的點 那就是各位不要擔心就是老師上課沒有教的 因為老師上課沒有教的就是肯定不是考試的重點 那如果真的考出來的話 我相信就是其實很大部分的同學也是都不會的 那所以先掌握老師上課的重點 然後藉由考古體去知道考試的方向 然後等各位就是如果還有餘力的話 那再去把課文裡面一些畫紅線的 就是用紅字的重點 就是簡單的去做閱讀這樣 那最後就是第三點就是心態 那其實考後中這個考試其實是很殘酷的 那只有0跟1的差別 那不管你今天你是被取第幾名 只要你最後是落榜的 那你其實跟最後一名是一樣的 結果是一樣的 那就以我自己為例子 那因為我大學是讀藥學系的 那在準備國考的時候 就是考完國考之後 我發現我的成績就是只差一體的分數 就可以通過國考 對那最後當然就是因為差那一體 所以就是還要再多花半年的時間再去準備 對那其實那個時候我心裡就在想說 就是為什麼我會差這一體 那當然就是當下的情緒一定是很差的 那在沉澱過後之後就會體認到自己其實是努力不足 那也經過這件事情之後就是也提醒各位學弟妹 就是你們在準備的過程中 就是可能會覺得自己的努力已經很足夠了 對但其實各位都非常努力 那就是我會建議各位說 在你們達到目標 確定你們上榜之前 各位的努力都還是不夠的 對 那以新生來說的話就是 新生的心態就是 就是要跟著老師的進度 然後不要害怕 然後就是跟著老師的進度衝就對了 那救生的話就是 我會建議救生就是不要葬事自己 讀過這些東西 然後就去侵蝕他 認為自己已經會了 那就是有這種自信 所以往往會害自己 對 那就是我會建議救生就是謙虛 然後把自己當成是第一年的考生一樣 就是雖然你讀過了 但是可能還是有一些比較細節的盲點 就是可能沒有去注意到 那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把自己當成是第一次學習的新生這樣 然後就是一樣會把我知道的那些 我讀過的全部都再讀過一次 對 然後接著就是 就是要有正向的心態 那像我自己就是會把每天我所讀的書 還有我寫的題目 全部都寫在一本筆記本上 然後告訴自己今天我完成了哪些東西 然後最後告訴我自己 離成功已經越來越近了 對 那知道自己就是在考試的階段 在準備的階段 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然後也知道自己在朝著成功的路邁進 那我相信就是這樣子的心態 就是能夠幫助自己更快達到就是成功的彼岸這樣 那最後就是 就是平常除了努力之外也要做適當的休息 那適當的休息跟運動肯定是必要的 因為有健康的身體才有那個體力可以去應付考試 對 那就是不要因為就是讀不完然後就熬夜啊什麼之類的 然後最後還沒有考試就自己自爆這樣 對 那就是總結以上就是 第一點就是決心 那第二點 那我的準備方式就是剛剛說的那樣 那最後就是心態 對 那以上就是我的心得分享 那希望就是明年可以在榜單上看到各位學弟妹這樣 謝謝